事情我已經搞定了 接下來就看你了 對了 後天的股東大會 你準備怎麼讓陸景妍缺席啊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這些吃裡扒外的廢物 松崩 好 你看到了嗎 陸景妍還真有一手啊 居然能讓他們反過來給他捧抽角 這下我們該怎麼辦 好 我知道了 那直播還繼續嗎 嗯 一切聽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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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好 魚童主播的黑黑欄目 今天終於開播了 今天呢我們要黑的是 國民老公陸景妍 陸景妍 翔翔 你難受怎麼不跟我說啊 我沒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生命中你最好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放作我 郭總 你快到公司吧 領域的股價跌停了 股東們都聚在公司等說法呢 翔翔今天不舒服 哪兒都不去 你自己想把它先倒著 陸總 我怎麼擋得了 我 快去吧 公司了解 就這樣 翔翔 你都這樣了我 哪有興趣去公司啊 我們去醫院看看吧 你又來 我都跟你說了我沒事了 電話裡剛不是說 古董大會都鬧起來了嗎 你要是不去 明著一個人 不行的 那我就讓他們鬧去吧 我可以沒有公司 但是我不能沒有你 金妍 林玉是我們的 怎麼能說沒有就沒有呢 我答應你 為了我們的孩子 我會好好的 好 那我先送你去醫院 然後讓趙萌去照顧你 到底什麼情況啊 之前那幾天覆面評論 已經刊登公開道歉函 我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沒想到昨晚 余同會用直播欄目反擊 而且那欄目開封後 有大量水軍 將整個欄目 推到熱搜第一名 結果今早開完 股價一路跌停 我知道了 我馬上過去 喂 你好 是喬安好的老公嗎 我是王醫生的助理 喬安好突然暈倒 現在大人小孩都很危險 你快點過來吧 我知道了 我馬上過去 好 這都幾點了 林玉傳媒 現在什麼情況 難道陸幾年還不知道嗎 就是 只要我們股東們等到什麼時候 這樣下去公司能賺錢嗎 這都幾點了 林玉傳媒現在什麼情況 難道陸幾年還不知道嗎 只要我們股東們等到什麼時候 林玉傳媒現在什麼情況 林玉傳媒太久了 他這樣站著毛坑不作為 是對我們投資者的鄙視 我建議大家 換掉這個總裁 我同意 我們投票 股東大會 本來就是為了 維護股東的權益而設置 是啊 現在是我們 維護股東權利的時候了 支持陸幾年下臺的 請舉手 我還同意 我還同意 陸總 錦年 你怎麼來了 王醫生 你的手機呢 不知道被誰給偷了 你怎麼知道的 陸總好 你怎麼來啊 陸總 你怎麼才來啊 股東大會都結束了 而且